摄入大火不应移会 聂劳诸杰尚书 摄入大火这个摄是假摄 该为唐音求法 身入大火也不应该怀疑 不应该后悔 当如弥陀音笛 纵实身知诸苦中 如是怨心永不退 是为身心切运 请 我们学过 佛陀教导我们 第一节修行 千万不要怀疑 经文第一段 劝我们爱要休息 第二段 叫我们领德不退 第三段 于皆神德 第四段 精精求法 现在这是第五段 用比喻 用比喻 显示 没有怀疑 没有后悔 这个话了 说得容易 真正不一会 是非常难的 一座司机 那为什么 极乐世界 没见到 不敢相信 那么我们在现实环境当中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都受了近代科学的影响 科学四百年了 全世界的人 谁不受科学影响 科学教给我们 第一个就是怀疑 没有怀疑 就不能发现问题 就不能够寻找真理 所以科学的理念 头个是怀疑 第二个 拿真正来 那释迦牟尼佛 确实 给了我们很多的证据 在这一发挥上 佛确实 以他的神力 让极乐世界 形现出来 给我们看 再会的大众 都见到了 但是这个是 用中国人的记载 三千年前的事情 现在人看到 这是神话 这不是事实 他不相信 这就很欢迎 我们深深受到 科学的心理 能不怀疑吗 真正不怀疑的人 这是佛门所说的 善根特别深厚的人 那么这个人 以佛法来讲 过去无量 接触 多生多世 寻闻 尽聪 他才有这样的善根 接触之后 他就喜欢 不是凡人 这样的人 有没有呢 有 就在前几年 我们看到这个信息 距离 就默默不怀 这个信息 我没有详细把它记起来 资料有 我们这边有 希望印发给大家 十二岁的小朋友 念佛万岁 十岁 十岁 十岁小朋友 他在七岁的时候 家人都修复 爸爸念阿弥陀经 小孩在旁边听到了 问他爸爸念的什么 念阿弥陀经 什么是阿弥陀经 他爸爸就把弥陀经上 极乐世界一真壮严 讲一遍给他听 他听得非常欢喜 他说爸爸这地方太好了 你能不能带我去 爸爸告诉我不能 他说谁能 阿弥陀佛能 那我怎么样能叫阿弥陀佛 带我去看看 你天天念他就行了 他就真念 七岁念到十岁 念了三年 第一天他告诉他爸爸 说明天阿弥陀佛来 借我回老家了 十岁 要求他爸爸 把家里亲戚朋友都请来 看他往事 这不是信身受罚吗 这个信息绝对不是假的 有名有信 有地点有时间 阿弥陀佛做调查了 不是一个人看到的 他的亲戚朋友都看到 一天爱要 他就产生了 经上这爱要休息 这经上这四个字 这小孩统统做到的 他真念佛那就修啊 一天到晚佛毫不离口 三年 十岁 阿弥陀佛来 建议的往事 没有生病 没有任何痛苦 说走就走了 这是假的 我们要搞好多年 把道理搞清楚 搞明白 还得要找科学来证明 我对近宗的身心不疑 得了于近代量子力学家的 科学报告 身心不疑 真真相心了 万云放下 对这个世界任何意义 都不留念了 人间天生 统统放下 祝福插土 无量发门 我就修 无量收尽这一门 全放下了 我要是早年 听到就相信 我非常羡慕啊 我为什么不相信 搞了三十多年才相信 像这个小朋友一天就相信 我早到极乐世界去了 不再在这个世界受这些罪 我没有没有 不停 我没有 我都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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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散